暗黑破壞神2 獄火重生教學之白手起家拓荒加打寶推薦人物 要分享暗黑破壞神2 獄火重生WIT拓荒加打寶的人物 影片分介紹 瓶頸 練法 裝備 地獄打寶流程 介紹 白手起家拓荒加打寶推薦的就是死靈法師 可以召喚一堆肉盾擋傷害 輸出有傭兵加施暴加傷害加增 打王用衰老 拓荒加打寶用死靈真的推薦 瓶頸 拓荒到地獄第四幕前都過關斬將 直到第四幕遇到電魂被電到卡住 WIT去找其他玩家幫忙過電魂的部分 後面就一路拓荒到地獄通關 練法 WIT依照巴哈姆特暗黑破壞神哈拉區精華區的文章配點 文章連結會放在影片說明 文章有前期中期後期的配點建議 WIT原版與獄火重生都靠這篇文章通關地獄 裝備 用拓荒路上打到的裝備就夠用了 WIT目前死靈玩到90等 武器用精神擴建 副手用打到的魔胎 豬奴 有拿去給第五幕大叔打洞篩完美鑽 衣服穿煙霧增加抗性 帽子前期用打到的加1技農夫 後期用打到的加2技斜角 鞋子前期穿打到的加打寶加抗性黃裝 後期穿打到的加打寶戰旅 手刀還是穿打到的加打寶加抗性黃裝 腰帶前期隨便穿 後期用黃金裹腰 金色包袱 升級成加12的戰鬥腰帶 戒子加護身服都是用打到有加吊寶的 用兵裝備 武器用靈光 眼光 不用一直灌藍水 衣服前期用塞完美黃寶的衣服 後期用財富撐吊寶 帽子前期用塞完美黃寶的黃裝 後期用塞完美黃寶的極勇自裂 粉碎打擊提升輸出效率 以上是WIT的平民配裝 打地獄巴爾沒問題 沒謎團 跑圖會花比較多時間 地獄打寶流程 1 進遊戲先去第五幕找爆皮召喚小弟 順便殺爆皮 不用打就有一片屍體 建議打完爆皮再召喚骷髏法師 不然傭兵很容易被骷髏法師卡在門外 2 去第一幕看卡首殺的安傑會給什麼 WIT的戰旅就是安傑掉的 3 去第三幕找掰咖的議會成員 通常小弟會死一波 WIT會用骨牆去擋九頭蛇的口水 4 去第四幕找狗狗暗黑破壞神 路遠了點 但路上小怪掉過無形特等海怪之殼 5 去第五幕冰凍高地找怪異加都軍 小站附近有兩個固定王 不打嗎? 6 最後去找巴爾 遇到電魂要注意走位 沒吸收電傷 不能站著給電魂電 巴爾主要靠傭兵輸出 死靈只要在旁邊幫忙放衰老 要注意傭兵血量 傭兵死掉直接回成復活傭兵 小技巧 探路用黏土石膜 會死也是黏土石膜先死 黏土石膜真抵好用 最後是WIT打暗黑與巴爾的完整片段 白手起家拓荒加打寶推薦人物影片到這邊告一段落 有什麼想說的 想問的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的請協助訂閱 WIT感謝您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協助按我喜歡加分享 想先看到WIT的新影片可以開啟小鈴鐺通知 我是WIT 下次影片見 掰掰 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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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